在朝靖公园附近的餐厅出现多台大型重机 吸引许多游客的眼球 这是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 2024年奥迪到基隆段提供选手午餐及短暂休息的终极站 很开心今年又能够再次的为我们这些小朋友及选手们 提供我们的饮料还有我们的餐点 每年都见证得到他们的毅力跟耐力 希望他们能够加油 2024年迎来第十二届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 九天杯是一项围棋28天的赛事 参赛选手区组成七人队伍 分工合作扛三太子神奥完成徒步环道挑战 今年比较特殊是因为气候非常的严峻 而且非常的热 那也可以看出在这代苦地 然后借由这样的活动让年轻人来挑战 激励他们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然后对台湾这块土地的一种认同 用最辛苦的方式来认识这块土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老师先走 第一次 敬礼 谢谢裁判 赛逸球 这些骑的重机的这些骑士 而且看到孩子这样子他们都愿意这样子牺牲奉献 这是很难得的 而且这已经变成大家在活动当下的一个常态性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动起来 在热心重机裁判的号召下 今年全台拒绝近三百多名重机骑士 机动协助选手的交通安全与赛事的顺畅 奥迪到基隆段由基隆海妖骑士团负责护航 在假日人车潮最多的市区 要在不影响交通与确保选手安全下 透过车队的机动协调与默契完成属实不义的任务 那如果说遇到选手要过市区的时候 其实市区的民众其实都很热情 那在交通的管制上面 那我们的会员会互相的替补 希望也能够不要造成市区交通的混乱 这个是以我们在交管上面最大的原则 近年天气变化剧烈 目前整个赛程根本太阳之子相随 前三分之二的赛程历经高温曝晒 怒没有一定的恒星毅力很难坚持 正如许正荣团长坚持的九天杯的精神 希望年轻人用双脚走出户外 勇于挑战自我用双脚图台湾 写下自己的故事 海洋车队 走 公民记者李君奇 金融市安乐区参谋报导